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卫卫先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早上起床的时候 觉得口干舌燥的感觉 又或者是你觉得手啊脚啊的皮肤 有点那种干干烈烈的经验 在我们家呢 冬天的时候如果真的太冷 我们就会开着暖气入睡 那夏天的时候啊 一样我们也会开着大概是 26度左右的冷气来睡觉 那这样的温度呢 其实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不过开冷气跟暖气啊 就会延伸出空气变得很干这件事情 又会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以前我自己的做法呢 就是会拿一盆水 放在我的床头柜上面 老实说啦 这样子的方法有一点点效 但是真的在太干燥太冷 或是太热的时候 还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 起床之后呢 一样会觉得口干舌燥 直到我今天呢 找到我要来开箱的这一台 日本HITACHI的加湿型空气清淨机 因为它是一台空气清淨机 也是一台加湿器 所以几乎空气会遇到的问题呢 都一并解决了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台机器吧 这台HITACHI的加湿型空气清淨机 型号呢是UDP-K80 它是日本制造 然后原装进口来台湾的 我这台的外观呢 它是白色 典雅白 正面这边呢 是整片的强化玻璃镜面面板 你仔细的看啊 它还有一些隐约的点缀亮粉在里面 除了整体看起来很美之外 触感呢也非常的不错 同时啊还搭配了触控面板 在上缘的这个地方 我们只需要插上电源之后啊 按下正上方的开机扭 你就会看到整个面板都亮起来 按键的部分啊 我们从左边开始看好了 第一个按键呢 它是温湿度的切换 左上方这边呢会显示目前的室温 那你按下去之后呢 它就会切换成目前的湿度 menu的这个按键啊 如果长按三秒钟的话呢 它就会跳出按锁 那按锁的话呢 就表示这些钮现在都不能按 那我们再按三秒钟 它就可以解除 那第二个按钮呢 它就是在空气清淨机 跟加湿 还有肌肤保湿 这三个模式去做切换 一般我们肌肤会觉得干爽的湿度 大概是落在50到60%的空气湿度 假如低于50%的话呢 你就会觉得开始好像皮肤有点干裂 那对肌肤保湿最好的湿度呢 是落在60到70% 像前阵子天气很冷啊 没有下雨 又或者是最近这几天天气突然大好的时候 我们家比较通风 然后我个人呢 又是皮肤比较干燥的人 所以自从我拿到这一台之后 我回家就会直接把它打开 切换到肌肤保湿的这个模式 就让它自己去运转 那它就会把空气保持在大概65到70%左右 其实是非常舒服的 那第三个是风量键 它可以在自动强力 然后弱中强 这三个风量去做切换 那第四个呢就是运转的模式 它里面的模式有非常多 第一个是花粉 那第二个呢是脱臭 第三个是echo模式 第四个是快速 那第五个呢是外出模式 跟第六个PM2.5的感测模式 一共有六种模式可以选 那PM2.5感测模式的这一个啊 我想要特别讲一下 因为有一次啊 我就把它放在我的书桌旁边 我就切换到感测模式 你听 它现在已经开始快速运转了 那时候我坐在书桌旁边啊 它就在我旁边快速运转 不夸张哦 它的这个抽风的力量啊 可以让我的书桌底下有一种 风在流动的感觉 像现在呢我也可以感受到 因为它是从后面进气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 风在流动的感觉 那它其实就是快速的把你 这个空间内的PM2.5旋浮为例 一次的把它过滤干净 那接下来第五个按钮呢就是 定时键 它有四个小时定时关机的功能 再来右上角这个地方啊 它一样有灯号显示 来告诉你现在的空气品质 那它一样是使用绿色 黄色 红色 三种颜色的灯号来显示 那我们正面看完之后啊 我就把它关机 我们一起来看看它 背面滤网的部分吧 把背面这个外层的盖子啊 拉起来往上一推 就可以把它拿下来了 第一片看到的啊就是一片 可水洗式的前置滤网 那它两旁边呢有两个卡榫 我们把它往上推之后呢就可以拿下来 我觉得最特别的啊就是 日本人他们居然用不锈钢来做前置滤网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家用不锈钢做前置滤网 那它看起来呢这个格子很细 摸起来呢也是那种很坚固耐用的感觉 一副就是要让你直接用十年那种感觉的一个前置滤网 那它是可以水洗的 那第二层这一个呢就是抗敏感的HIPAA滤网 这个滤网啊你不管是细菌病毒 黎菌还是花粉 还有橙蛮啊或者是你们家里有养丑物的那种丑物皮屑 这些有害物质呢都在它的防守范围内 而且它很大片喔 所以它的过滤效果跟进风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那再来第三层这个黑色的呢 它就是一张脱臭滤网 这张滤网啊它很类似我过去开箱过清净期当中 会有一层叫做活性碳滤网的功能 不过最大的差异啊就在于它可以水洗 千万不要小看可以水洗这件事情喔 它可是业界领先的技术 目前就我所知啊还没有人可以做到就是脱臭滤网 就是这个活性碳滤网是可以做水洗的 HITACHI算是第一家 而且这个技术啊它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它可以让我们少更换一片滤网 你们知道外面像这样子一大片的活性碳滤网啊 几乎差不多都要两到三千块 而且是每一年就要更换一次 然后这一片脱臭滤网呢 它一样可以去除烟味 丑物的味道或者是体味 还有一些厨房厕所所散发出来的异味 甚至说你在煮一些比较呛辣的料理的时候呢 它也可以帮你脱臭 那HITACHI的原厂是说啊 假如你有在定期水洗清洗它的话 这一片滤网你要用十年也不是问题 那至于要不要去洗它啊 判断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当你今天打开机器 然后你发现异味还是存在 或者是去除的效果没有那么快的时候 就把它拆下来洗一洗吧 那以上空气清淨机的部分啊 它已经有两点跟别人不一样 就是刚刚说到的不锈钢的这个前置滤网 还有一个是可水洗式的脱臭滤网 我觉得是他们技术上赢过别人的地方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 这台机器的第二个功能 加湿功能 在这台机器的侧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侧盖 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把它打开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从这边看到一片滤网 冲出来呢我们就会看到它是一片 橘色的加湿滤网 那在它的底下呢还有一个 我们加水专用的水箱 那它的原理啊其实就是在 底下这个水箱里面加满水之后 它会透过这个水棒 让水汽往上给这一片滤网加湿给水 那当它湿润这一片滤网之后 就可以让干燥空气通过它时可以加湿 那这样子刚刚过滤完的那些干净空气啊 就会透过这个湿润滤网之后 再一并的从上方的出风口吹出来 这就是这台机器啊它能够让我们的环境 保持完美干净的空气 还有完美湿度的过程 那里面就会想这个加湿滤网放在里面 然后又潮湿 那是不是很容易会发霉 我一开始啊也跟你想的一模一样 不过日本人他们真的很细心 本身用在这片滤网上面的材质啊 就已经是抗菌防霉的规格 而且还拿去做了各种抗菌跟防霉的检测跟测试 还有实验 不过就算你对这些东西还有疑虑的话呢 也没有关系 因为它做了这片滤网 一样可以随行 如果你真的沾到有不小心灰尘啊 脏污啊 甚至是用久了之后 你觉得它上面好像有水垢的话 你即使去拿中性清洁剂啊 或者是柠檬酸 也都是可以用在它上面的 非常的耐心 好那我们现在就一一的先把它给装回去吧 安装回去之后呢 一样按一下开关键 它就会自动启动 开始运作 这整台机器的试用频数啊 可以高达16频 也就是差不多我们家这个客厅啊 还有旁边餐厅的这个空间 摆在主卧室里面其实也很够用 那我会考虑这台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的 因为冬天有时候天气真的太干燥了 或者是夏天开冷气的时候 早上起来喉咙真的都很不舒服 不过在第一天我试用它的时候啊 因为我的暖气里面有设定是整晚打开 所以没什么感觉 但在前几天寒流一来啊 我的暖气是开整晚的 这时候呢我连它也是跟着开整晚 起床之后呢不止我觉得很舒服 我还问了旁边的胃态 它也觉得呼吸起来啊 还有喉咙的部分是还算蛮舒服的 就没有那种干干烈烈的感觉 那胃宝起床的时候啊 我们也没有再听到它喉咙有点沙哑 好像刚咳过瘦的那种声音 那这台机器它的加湿力道啊 如果你在急速运转下的话 它每一个小时是700毫升 那底下的这个水箱装满是可以装2.5公升 所以如果我们都是在一般模式下使用的话 你也不需要太长去加水 真的很勤着用的话 我觉得差不多2天加一次就够了 说到这个水箱啊 我个人的建议啦 如果要加水的话 应该还是要加煮沸过的水 或者是至少有经过滤芯过滤出来的饮用水 因为毕竟它在加湿的时候吹出来 那一点点的水气或多或少都会吸到我们体内 所以如果有饮用水的话呢感觉就会好很多 也不用担心水中的那些钙美离子啊 在喷到滤网上面的时候 可能会有堆积在滤网上的情况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啦 那另外啊还有一个是给懒人的福音 如果你想要环境很舒适 空气很干净 而且湿度也很舒服的话 又想要它省电 我建议你可以直接选用它里面的这个Echo模式 当我们选到Echo模式的时候 它就会启动它的省电运转 那它跟一般的运转呢 比较起来差不多可以省下14%的电力 因为机器它会侦测到如果目前的空气清净度啊 或者是湿度已经达到了设定的目标 那它就会自动停止 然后隔一个小时之后呢 它再开始运转去侦测 现在是否还要继续加湿或者是继续清净 这就像是有一个空气检测员 就在你的家里面在你身边 持续不断的帮你把家里面的空气啊 还有湿度都把关的非常到位 那因为我用起来啊 我真的觉得它带给我很大的方便 所以呢也就在这边推荐给大家啦 好的那我们今天这台HITACHI的加湿型空气清净机 UDP K80的开箱費用就差不多到这边啊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各位先生的IG也要去追踪一下哦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哦 拜拜 谢谢大家